原标题,曾国藩怎样度过人生最后一个春节,一天见二十多批客人,同志十一年1872年2月9日,一年一度的春节来年。 那时候的两江总督曾国藩,当然不知道那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个春节,他在日记中,记载了大年初一那天自己的活动,无根系,至公院绿鼠拜牌,黎明,行礼币,归属,至祖宗神位前行礼,宣接见赫年之客十六起,退而早饭,又出见客七次,坐见者二次, 出门至江宁府学圣庙烟香,半客三家,黄昌七,薛味浓处一坛,五正规,坐见之客三次,历见者一次,清理文件,中范后月通见二百九卷,宣又一月一变,卷审,坐儿假妹,放昔至内侍一朵,夜温周一传一音讯阵,更二卦,将向雷分条路继, 二更后雨儿被讲孟子,牛山之树长梅一章,三更睡,大年初一那天,已经六十二岁的曾国翻天不亮就起床了,随后,将贡院当作万寿公,率领,部署向同志皇帝行礼, 回到两江总督署,又来到祖宗神位前,给祖宗音箱行礼,接着,接待了十六批来拜年的客人,忙完这一切,曾国翻才顾得上吃早饭,吃完早饭,马上又出来接见了九批客人, 来而不枉非礼也,曾国翻出门到孔庙行礼后,到各家拜年,到好朋友黄昌七,薛魏农住处叙旧,置已节日地问候,吃了午饭后,曾国翻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, 下午,他能够抽点时间来看看资质通鉴,陪陪家人聊天,并在书房里坐着小睡了一下,晚上,又研究了一会儿,周一传音讯,还分条抄写,夜里二更,给两个儿子讲授梦子,到了三更,上床睡觉,曾国翻的最后一个大年初一,就这样度过了, 通过曾国翻一天的活动,我们能够了解到他过年的特点,首先,曾国翻作为朝廷高官,哪怕在过年时也要履行一些程序, 比如,在过年时,要将贡源当作万寿公,率领,部署向同志皇帝行礼,作为普通人,又要拜祭自己的列祖列宗, 作为世俗成员,还要接待前来拜年的亲朋好友,并亲自到各家去拜年,其次,曾国翻长期的军旅生涯,养成了一些生活习惯,到晚年都没有改变, 比如,早起,晚睡,曾国翻在年轻时也经常睡懒觉,后来慢慢地纠正了,习惯于早起, 当年李鸿章在曾国翻大营时,也一路有睡懒觉的恶习,在曾国翻的垂饭和严格要求下,也得到了克服, 第三,曾国翻一生都很忙碌,哪怕是在节假日,没有大量公文处理时,也会给自己安排学习任务, 不管是翻阅资质通鉴,还是研究生一传一音讯,都体现了他孜孜不倦,勤问发虎的精神, 曾国翻的智商并不是特别突出,当年考了六年才考中秀才,考了三次, 殿士也仅仅是三甲第四十二名,刺童进士出身,不过,曾国翻特别善于学习, 正是在不断学习和吸取前人经验的,基础上,才成就了曾国翻, 第四,曾国翻太过于勤奋,以至于透支了自己的生命,曾国翻只活了六十一岁, 在同时代人之间,这样的寿命算是比较短的左宗堂活了七十三岁,李鸿章活了七十八岁, 曾国全活了六十六岁,据医生讲,曾国翻致病的根源在于焦牢过多, 说白了,还是焦虑的事情太多,操劳的事情太多, 参考资料,曾国翻日记等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